以西节书第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论到以色列地 你们为什么引用这俗语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 必不再引用这俗语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话 看哪 所有的人都是属我的 做父亲的怎样属我 做儿子的也怎样属我 唯独犯罪的才会灭亡 人若是公义 又行公道和正直的事 他不在山上吃鸡肉 眼目也不仰望 以色列家的偶像 不玷污临社的妻子 不亲近在旌旗中的妇人 不欺压任何人 把欠债人的抵押归还 他不抢夺人的物件 却把自己的食物 给饥饿的人 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着 他借东西给人 不取利息 也不多要 他使自己的手远离罪恶 在人与人之间 施行诚实的判断 他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行事诚实 这人是个义人 他必定存活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他若是生一个儿子 是个强暴的人 流人的血 又向兄弟行上述任何一件恶事 虽然他父亲并没有做这样的事 他在山上吃鸡肉 又玷污淋舍的妻子 他欺压困苦和贫穷的人 抢夺人的物件 没有把抵押品归还 眼目仰望偶像 并行可赠的事 他借东西给人要收利息 也向人多要 这样的人能存活吗 他必不能存活 他行了这一切可憎的事 必要灭亡 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 他若生一个儿子 这儿子看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 他虽然看见了 却不照样去做 他不在山上吃鸡肉 眼目不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不玷污淋舍的妻子 不欺压任何人 不索取抵押品 不抢夺人的物件 却把自己的食物给饥饿的人 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着 他不伸手欺压困苦人 借东西给人不取利息 也不多要 他遵守我的典章 遵行我的律例 这人就必不因他父亲的罪孽而灭亡 他必要存活 至于他的父亲 因为他勒索 抢夺兄弟的物件 在自己的同胞中行不善的事 所以他必因自己的罪孽而灭亡 你们还问 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 儿子若行正直和公义的事 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 就必存活 唯独犯罪的才会灭亡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父亲也必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义人的义必归他自己 恶人的恶也必归他自己 恶人若悔转 离开他所行的一切罪 谨守我的一切律例 行正直和公义的事 就必存活 不致灭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过 都不会被纪念 做控诉他的理由 他必因自己所行的义而存活 难道我喜悦恶人死亡吗 我不是喜悦他回转离开他所行的而存活吗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义人若转离他的义去行恶 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赠的事而行 他能存活吗 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会被纪念 他必因他所行不忠的事和他所犯的罪而灭亡 你们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以色列家 你们要听 我所行的哪里不公平呢 岂不是你们所行的不公平吗 义人若转离他的义去行恶 他就必因此灭亡 他必因着他所行的不义灭亡 还有 恶人若回转离开他所行的恶 行正直公义的事 他就可以使自己的性命存活 因为他思量了 就转离他所犯的一切罪过 所以他必然存活 不致灭亡 但以色列家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以色列家 我所行的哪里不公平呢 岂不是你们所行的不公平吗 因此 以色列家 我必照着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你们回转吧 离开你们的一切罪过吧 免得罪孽成为你们的绊脚石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把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过弃掉 为自己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 以色列家 你们为什么要灭亡呢 我不喜悦任何人灭亡 所以你们要回转 得以存活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worst達人口 nothing 如同时 远 缴